谁呀 小羽呢 走了 你又跟她说什么 你放心 我就算吃了 Lif子胆 也不敢把你 孔少爷的贵宾撵走啊 他和他的女儿 只不过是跟你爸 去码头了 那天你在外面 救王靖老公的时候 他已经答应 跟我们一起离开了 你 还不愿意 跟你爸一起走吗 我知道 你心里想什么 你现在一定在想 我在跟你撒谎 想骗你上船 你放心 你走与不走 我才不在乎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码头看看 可是 他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大少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走很正常 不走才觉得奇怪呢 也许他看到王靖老公 差点没命 他为了女儿就同意了 就决定离开了 王靖的老公没事了 谁救出来的 我 他 spreadsheets 还没有 我 你可决定是 国家那儿 有只能决定我 你告诉我吗 如果我现在有枪 我一枪打死你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 比我更想你死 我王婷的女儿 从来没受过半点委屈 如果她不认识你 她一辈子都会过得很好 可自从跟了你 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安静出什么事了 我告诉过你 不要跟义勇在一起 我告诉你 你这个是一个人 我认为你 你还没有过后 我能够计划 我看你 你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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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在你 你不认识你 怎么了 是不是船要开了 还没有到时间 你不要紧张 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都这么久了 我爸爸是不是没有救出若夏 你爸是王庭恩 他答应你的事情 会办不到吗 若夏 阿静 若夏 对不起 我们的孩子没有 不 是我对不起你 我让你受苦了 都说女人变幻无常 我现在终于想起了 有的时候 只顾着跟自己的想法走 可能真的太自私了 我也需要考虑一下我身边的人 你的选择是对的 都有第二个棒棒 为了孩子离开这里 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到了那边 我马上帮你们找一点